《西鸟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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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西鸟的繁育是很有意思的 它们两个西鸟在爱情期间就是春季 它们互相之间发情以后 西鸟的母鸟就开始进入树洞 这个树洞是在高大的树木当中的树洞 那么母鸟进了洞以后 公鸟就要搅泥 一起把这个洞给封起来 繁殖天底 留一个支支的缝 这个缝是干什么的 公鸟每天忙碌的去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和食物来喂母鸟 它在洞里面待了那么加近100天左右时间 小鸟才能孵出来 公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晚上还要收益 小鸟长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就可以出来 出来就是公鸟帮助母鸟 把洞门口那个泥给捉开 然后他们一块再出来 全部都需要 小鸟 都有 小鸟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